艺术是人类共通的语言 也是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 增进了解与有益的桥梁 《乐师涵大师生艺术作品展》 经过几个月的讨论与准备 今天终于开幕了 我们也迎来了 乐山师范设计艺术学院的院长 门涛教授和院长助理 范廷副教授 他们一行到访涵大 今年也是中马建交五十周年 两国举办了多项庆祝活动 相信今天的两校师生艺术作品展 更为庆祝两国关系发展 增添了一模艳丽的色彩 乐山是著名的文化遗产城市 槟城也是文化遗产城市 其文化与艺术表现 自然有很大的差异 而这些差异给了我们在不同中 寻找理解以及共同的学习机会 我相信这是一种思想的提升 艺术的提升 也是两校在教育研究领域 发展于创新的宝贵动力 艺术不局限于异样性 很多课程的作品都让我印象蛮深刻 尤其是远道而来的中国的教授 他们的作品 可能中国跟马来西亚的教育方式不一样 所以出来的作品都会不一样 都有各自作品带来的冲击力 蛮有趣的啦 今天这个活动可以给我学到很多 关于AI问题 就是现在AI的发展 然后我是觉得讲得很好 它是分享关于传统文化的 然后有讲到建筑类 饮食文化之类的 可以多一点这样类型的分享会 还有交流会 第一次来到槟城 槟城是一个漂亮的城市 我们乐山也是一个漂亮的城市 希望我们这一次的交流 为两所大学带来长期的 友好的合作关系 互相的成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